思路真好 谢谢我们家邓大哥 必须的 欢迎40岁的小伙 我们家40岁的小伙 来到18岁大奶奶的直播间了 欢迎欢迎 欢迎天天学佛经打电话工的人 欢迎我们家周周哥 周周哥掉馅了吗 状态越来越好了 直播总是从刚开始 比较紧张到越来越放松 再到最后我会有点疲惫 每天的直播每一场直播都是这样一个 这炮无线又开始了一个状态 上升的一个趋势了 我们直播在节目越做越好 这个要不要弃马 选择不是走 弃马飞刀 看对面要不要摆鞠 一旦对面摆鞠我进炮 对方敢吃马 那么如果对面摆鞠 我这个去进炮 对方先拱兵 拱中兵和拱这个兵 都是弃马飞刀 那对方没有摆鞠呀 那这球就无所谓弃马飞刀了 对方没有摆鞠就无所谓 这个马要不要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 但是还没有走出来弃马飞刀 因为对方没有配合摆鞠 吃我的马 还有40分钟 我们直播间还差1000个鱼翅左右 踢个二星争取我们10点 能够给小妹踢颗星 旗下的飘飘亮亮的 悲喜的 我和你闻别在广乱的夜 家里排行老酒吗 不是的 小酒这人吧 多少的 多少的在自我的这个成长路上 带点唯心主义 这个带点唯心主义 有的时候不是一件坏事 它可以让你 更加的增加自信 比如说有的时候变成吹牛皮的自信了 对不对 跟郭德纲似的 啊 越来越自信 那么这个酒呢 是单数最大 意味着笑笑希望能做到我们整个行业的 number one 啊 妹呢 是一种牵称 啊 意思指的是 永远保持一种谦卑 谦虚的一种态度 啊 是大家的小妹 嗯 这个 没有止境 自我的超越 没有止境 啊 跟横向的对比 啊 超越所有人 嗯 那么这个酒妹就这么来的 中国音乐界四大村姑之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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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小看村姑 村姑也能出美女 我跟你说 嗯 四大美女都是村姑 嘿嘿嘿 嗯 对方一打小便一拱 蹬着对面车 车得走开 对方如果这么走 小便一拱 妈 不要了 对方一吃 中炮一吃 马 攻击对手 继续吹 好的 莎莎得令 吹高兴了 有没有奖励啊 莎莎 电费有没有 啊 那对方拱兵非常明确 他不想给我换这个炮啊 啊 因此呢 我爸这机上马了 上马之后 他这个马就显得非常被动了 现在里面 你要不要上 嗯 对方如果上马 继续进马 兵给马生根 为进马奔曹 做准备 同时为摆炮 苗像 做准备 他们家撒末哥 环丽 下地炮可行 摆炮打相可行 谢谢我们家老朋友 紫棋东来 大哥的溜溜 酒美酒美 火红的花蕊 酒美酒美 嗨 漂亮的酒美 这不加差 两百组大气 这么大气 过一过 两百组大气 和五十五个 半卡的任务 还有四个飞机的 炒男人物 都变了 因为更新了 欢迎催哨 关联直播间 把中泡 以这个气 给他KO掉之后 对方就啥气没有 你们看 会不会偶尔 跳几秒 秒的 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 清清哥觉得卡吗 卡的话 切换一下路线 哎 直播间没有切换路线的 那个窗口了吗 清晰度 把清晰度改了 点右下角三个点 右上角 右上角 过一边那个 右边有三个点 点开之后 有个清晰度 点开清晰度 可以把线路 和这个清晰度更改一下 哎 对方竟然不吃 退马 那我不是白吃个泡吗 谢谢我们家人在其中 大个的半卡 如果 如果直播间 觉得卡 很正常 斗鱼的这个清晰度 这个 要求蛮高的 然后大家可以点开 右上角 有三个点 有个清晰度 把清晰度换一换就行了 啥 进马 带一手 将军 对方就啥也抽不了 抽着泡 对吧 将军 我退泡 抽我吗 你抽我吗 你打过来 我退居 你退去抓泡 我退回来 你抽不着啥 啥也抽不着 我谢我 来吧 退个泡 你打我 我对象都不要了 这个 谁要对象 谁是单身狗 哼着小曲 喝着小茶 把对方就给 飞飞飞飞了 干啥来了 砍箱也没有啊 砍箱就飞掉 心态爆炸 对面心态爆炸了 很好 非常好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 砌码飞刀的复盘 大家可以看到 中炮队飞向局 对方过河车 攻击我方弱马 那么这个时候 对方上马 我方不是 假如对方 拐去吃马 黑气友 砌码飞刀 怎么走 箭炮 攻击对方的车 假如对方吃马 飞刀已成 对方这么早 啪鸡打 瞄着鸡 瞄着象 对方假如吃我 一晃二 啪鸡打 带一手将军 把鸡吃 多子会变 同时这家有个小兵 对方敢上马 不 对方敢上马 还有百军 再把这个鸡 移过去 对方飞刀已成 中招了 所以对方如果吃马 对方就中招 对方一般来说 吃马 比较少 那么假如对方在这 这个棋 下一步 我方 对方摆炮 我方进炮了 对吧 那第二种飞刀方式 对方摆军 要攻击我的马 我方进炮 要打兵 那对方知道 这个棋 飞刀不能吃 那假如对方 不吃我 会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走法 拱这个兵 老式 砌飞刀 那么第二种走法 对方拱这个兵 心事 砌飞刀 欢迎我们家 FM大哥 光临直播间 那么在这两种走法当中 我们看啊 这个棋 假如对方这个棋 走的 哇塞 感谢我们家 清清哥的 吴白泽大气 感谢我家 清清哥的 温暖支持 走到这 我方进炮之后 我们先看第一种 老式的拱兵 走法 拱兵的目的 飞张门雀 不让我炮打兵 再次吃着我的马 怎么办 再次骑马 这马也没地方走啊 对吧 那对方如果吃掉 我方进鞠 这个棋呢 再次打兵 攻击对方车 对方能办 这个棋 有几种走法 第一种退鞠 以至于我打的时候 这个棋 对方鞠可以甩出来 那么这个棋 一般来说 我不会打了 选择进炮比较多 打兵也可以走 如果我方打兵 人家这个鞠 就可以走了 对吧 甩过来 那压住我 我这个棋就难办了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下 通常情况下 在这个局面下 对我 这个 老师骑马飞刀 我们看走到这儿 走到这儿的时候 对方在拱兵 不对 对方这个棋 如果退居 对吧 如果退居的话 我方打过来 对方往这儿走 我最好是 这个棋 不对不对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等等等等 这个棋 等一下 等一下 重新摆 复盘复乱了 因为他这个棋 不能回到上一步 这样的话 对方吃掉 我方一进 对方假如在这儿 往回退 我方打过来 对方有百局的棋 因此我方最好 不要打 怎么走 这个棋 每次复位都 复到这儿来 这是比天天象棋 差了一点的 再摆一步 没事 大家多增加点印象 也挺好的 因此呢 我方不要打 因为打了 他可以百局 搂住我方 无根具有炮 我怎么走 先进一手炮 下一步再打 这个时候打着鞠 他就没有那个棋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假如对方起鞠 那我方这一打 对方这个车 往这边一走 我再一打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这回 我这个炮 就不用怕 对方下一步 百局这步棋了 这个棋 讲得有点迷糊了 因为他跟天天象棋 的局面不太一样 每次都要重新摆一下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来看 对方如果百局 我方进炮 对方吃掉 我方百局 老是骑马飞刀 下一步拱兵 我方进局 下一步打 对方如果退局 这个棋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第一手变化 是吧 退局之后 我方最好是呢 先进个炮 然后再打他 那么如果对方不退局 还有第二手变化 就是送这个兵 以至于我方也不能打 这事我方怎么办呢 百局压马 假如对方把马跳 我方还有再进炮的棋 因此通过气马 达到一种争先的地步 这是对面拱兵之后的 后续变化 这是两手 骑马飞刀的 第一手老式走法 那么除了这个棋 还有第二种走法 对方百局 我方金炮 对方不拱中兵 不拱中兵怎么走 拱这个兵 这是新式骑马飞刀 那么一面对新式骑马飞刀 我方看看这个棋 后续应该怎么来应 那么我方怎么走呢 小别劲 因为你百局进局 这棋打不到人家 这个兵了也瞄不着人家的车 这事怎么办 我方滚冰 对方如果在这吃马 我方接着拱 炮给兵生根 对方退窝西马 一旦对方退进底炮 这是基本普招 这个棋还不错 那如果对方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棋如果拱过去 对方直接吃我的兵了 那我这棋就没有骑马了 马都可以直接走了 对吧 这是第二手变化 这第二手变化 我们这棋马飞刀的一个各路变化 其实展开之后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实战当中呢 对方这个棋 没有直接摆具 没有直接摆具 摆了炮火星炮 那对方就没有摆具的棋了 你看 没有摆具的棋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就正常抖死了 没有棋马飞刀了 后续就比较简单 就不多讲了 什么样的事 因为这棋马飞刀被骑马 nuclear